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见到我们每一位 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的主题是 查验神 那么首先我们来读两节经文 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与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实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力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 存钱可喜悦的旨意 我相信各位在这种 COVID-19的这种病毒的猖狂的时刻当中 你们一定也很关心 到底在整个世界 或者美国 每一位对这个病毒的一种状况 根据统计 全世界 现在大约有超过 两千八百万的人感染到这种病毒 有九十万人死在这种病毒 美国已经超过六百三十四万人感染 到目前已经超过十九万人死亡 我找一找以前的记录 比较于3月21号的统计 全世界只有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一十人感染 只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六人死亡 那美国呢 在当时只有一万九千六百二十四人感染 两百六十个人死 想不到短短的 不到这六个月之间 他的差异的变化何等的大 在这种状况当中 我们不得不思想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感染 为什么这么多人死亡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人人要自由 随心守意 无知不受耶稣 难道戴口罩那么难呢 难道人不知道这种绝集 是非常的悲惨吗 难道是非对错那么难判断吗 难道人人都不介意自己的生命吗 我们已经被迫 几家半年多了 难道这还不够长吗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 难道还要再多关在家中半年吗 这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 这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但关键在于 圣经的提醒 要查验神的旨意 智慧人 会自我省察 能自我省察的人 已经是很不错了 古弦人孟子说 无日三醒无声 在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领受圣餐时日 主耶稣也要我们自己来省察 然后吃着饼喝着杯 因为人吃喝 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这是在更多前书 第十一章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 为什么要自我省察呢 省察自己可以发现 我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 我们可以借以改进 好几年前 我就看见报纸的一个报章写到 大陆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她自我省察 结果她花了一百多万的人民币 来改变她的外貌 她的省察 她注重外表的美 重要吗 重要 但是真正的省察 不仅是省察我们的外表 或者是我们的耐心 圣经告诉我们 要省察 要查验神的心意 查验 这个字 原来的含义是 试验 查验 圣经在不同的 这一种书见当中 有不同的说法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五十六节 他把 他把 查验 翻译为 分辨一下 分辨什么 分辨好坏 气候好坏 要有分辨的心 然后这个字 在路加同样的第十四章十句也提到 试一试 他买了五对牛 要试一试 试行试坏 试一试 你愿意吗 来到神面前 请察 来到神面前 查验神 试一试 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 译为 认识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用心认识 人常常故意的不认识神 查验神 就是为认识神 他的信思 他的意念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 对不起 三章十三节 你查验看看 那你查验就晓得 你的工程做得好 或是坏 没有查验 就不晓得是好坏 在罗马书二章十八节 把查验 译为 要有辨别 辨别是亏 辨别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不是自我 不是自我的辨别 乃是来到神面前 来辨别 是或错 人常常主观 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于是 也常常搞得迷糊 对错都不分 在有所书的 第五章 第十节 要查验 这个查验跟罗马书 十二章 所写的是相同的 要判断 要判断 什么是 主所喜悦的心意 查验 这重点在神的心意 是什么 有一位医生提醒了 一位 患高血压 又有胆固成高的弟兄 告诉他说 炸鸡 炸薯条 不能吃 这位弟兄 你看一个很大的 一个M的一个字 哎呀 他就开车 绕一绕 绕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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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找到一个停车位啊 哇 他就说 神啊 这是你的心意啊 如果不是你的心意 我一定找不到停车位啊 这不是警察 这是一个孤子的一个思想 真正的查验神 必能发现神善良的心意 他的心意是良善的 不仅是好 是最好的 良善这个字 表明是无穷的好 在《物教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 一圈为 善好的 良善指本性或道德上 及属灵上的美好正直 良善这个特别的含义 是指着他是可以传递的 这个良善可以传递给你 神也可以传递给我们 所以认识神 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属神善良的属性 所以查验神就是能够得到神善良的属性 当我们查验神 我们就知道 唯有神是良善的 我们查验一定不会受害 当我们查验神 就可以发现 什么是最美好的 你愿意吗 我们查验神 我们就可以发现 神对人良善的意图 人对你不一定有良善的意图 但神永远是以良善来对待你 因此我们真的查验神 我们就会依靠神的良善 那么请问你 你良善吗 人常常自以为不错 但真正查验神的时候 就知道 除了神之外 我们没有那么样的好 神的心意属良善 神的心意是存钱的 存钱 喊着完全 存钱 表明神是毫无欠缺 你是毫无欠缺吗 你要找到毫无欠缺 唯有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 所在马大婚姻的第五章 四十八节 存钱又在神 表明神绝对的完全 这是效法世界的人 所无法达成的 效法世界就如同看股票一样 奇奇福福的 因为世界是善变的 只有查验神才能够知道 令人喜悦的旨意 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这里所谈的 按良善 所谈的 这种旨意 喜悦 特别是喜悦 包括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讨厌神 查验神 讨神喜悦 另一个是效法这个世界 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效法这个世界 效法这个世界 为讨神的喜悦 但唯有 讨神的喜悦 人才能够 长久的喜悦 当我们 查验神的旨意 我们的生命 才能够真正的 讨神喜悦 同时自己也喜悦 当我查验神 当我信主的时候 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 我一再地面临逼迫 但是逼迫当中 我容忍是喜悦的 就是查验神 无论什么状况 你迷迫是喜悦的时候 都能带来你真正内心的喜乐 还学心 遵行神旨意的 就不愿意来效法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必然会找到 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我信主后 到现在回顾一声 我感谢主 我满心的喜乐 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决定 就是决志 相信主耶稣 有一位明死妹 当我在给她施行的时候 她就流泪 一再地流泪 她就一再地抱怨 她抱怨什么呢 为什么我年纪 这么老的时候 我才认识主 啊真是 所以她想要施行 她就难过 另外一位 一位叫做黄德健的弟兄 当我们要施行的时候 她很难过的 自称是 我是老羊啊 求主 求主 要求你 要求你 来试试她 哇 非常大的不同 查验神 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认清 认识神的心意 当我们真的查验神的时候 我们才能有部分 拥有那丰盛的生命 你要丰盛生命吗 查验神 面对神 我们必须改变 这是正确的结果 退一步说 我们面对人 我们要做一些改变 何况是面对神呢 人总是认为 要改变的是别人 不是自己 有一位年轻的姊妹 她交她一个男朋友 她就一再的思想 要改变她 要改变她 来合她的心意 那结果是什么 至今 接近四十七岁 依然是 想孤独主啊 才能找到 合适的对象 真心查验神 就会发现 哎呀我自己是 这么的丑恶 没有我想的那么好 当你愿意自己 寻查神的时候 在神的工作下 你就发现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面对神 面对神 只有 改变自己 我们才会有 神的良善 完全 这是我们自己 去除错误 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没有什么方法 记得这是最好的方法 要更新生命 因为查验神 从我们的心思 来想到 我就是必须要改变 由我心思开始 我记得我在库勒 神圈读书的时候 我是住在 Tutain Freeway 跟那个 Las Lobos Avenue交接的地方 那个地方 有一个华人宿舍 很便宜 是特别为华人 所提供的 就是免费的宿舍 我刚搬进去的时候 我觉得十分的不习惯 为什么 Tutain Freeway的这种车身 非常的吵浪 从清早大约四点多 到晚上十一点 都有吵杂的汽车声 我就担心了 我可能就无法失业 当我在神面前审查的时候 我发现 我太专注于自己 太专注于这些 吵杂的汽车声 当我警醒的时候 我就听到神告诉我说 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哇 我就想到了 我来到这里 我在这里 就是要赶快的 来完成我应该完成的血液 当我一醒悟的时候 我的心就不再介意 那些吵杂的汽车声 你的心注目在哪里呢 当你注目神 当你查验神 神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主事 我在台湾 担任的云林县建立的教会书 我的责任就是 我的责任就是 要对这些吸毒的 吸毒话 来分享神的话 好叫他们透过神的话 得以改变 所以我就会问他们 你出狱以后还吸毒吗 哇 他们想了又想一想 他们怎么说呢 我想我还是会吸毒的 哇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思只想到吸毒 吸毒吸毒 他的朋友也是吸毒 吸毒吸毒 甚至他家人都有吸毒 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他认为 我就出狱了 我还是要会吸毒 请思想一想 这样的人 到底要怎么办呢 这样的人 他需要 查验神之后 他需要改变 改变要从内心开始 改变要下决心 或者行为是不会改变的 圣经 神言书第二十三章 第七节 告诉我们 人怎样思量 他的为人就是怎样 有更新的心思 下决心 才会有行动 更新不能只靠期望 多少人 多少人期望自己能够成为更新的人 一个新的人 多少人期望自己有别人那样的成就 但期望没有决心 期望没有行动 期望是不可能达到的 更新的动作在于 查验神 换句话说 我亲近神 我决心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 我就努力 为主做见证 甚至 我参加一日游 在车上 我都有机会 来跟这些人来分享 我信主的经过 当你亲近神 你就期盼着 人人也能够来亲近神 所以当你得到好处 你也怕他们能够得到好处 这样的心思 我自己领受到那神丰盛的生命 我也期盼每一个人能够领受到神丰盛的生命 亲近神才能把自己不讨神喜悦的部分 一点一点的除去 这样我们才能领受那属神的生命 爱因斯坦 他今天到彭斯顿大学讲学 他的主题很简单 去除错的 才能保存对的 哇 好简单 是 好简单 你也知道应该这样 我也知道应该这样 问题是 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好 所以我们找不出自己的毛病 那问题就到了 唯有坚定神 我们才能发现自己没有那么样的好 如果能有属灵的同伴 那更好 更新变化需要有属灵的好伙伴 赌徒最美的同伴是谁呢 赌徒啊 一看见赌徒啊 画传不完 吸毒的呢 最美的同伴 当然是吸毒的 大家来互相分享经验啊 今天 就可以 找到一位 属灵的同伴 这是 对我们每一个跟你亲近神的人 借着属灵的同伴 逼时的服务 逼时的提醒 如果一个不够 可以多找一个 请你寻找属灵的好同伴 或好朋友 请你们来想一想 你们一生到现在 有几个好朋友 有几个属灵的同伴 也许很少吧 也许很少吧 记得也是要努力去找寻 要改变 改变不只是一种意念 要改变必须要有行动 这种行动 不是一定说你要做什么的 跑什么动 不是 安静中有行动 安静中有行动 回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的慈悲圈里面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也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要改变 静静的 甘心的 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手中 你上班 凡事都要尊重你老板的意思 你老板也没有像神那样的完全 但依然要顺服他 不是吗 我记得在1984年 我记得在1984年 到了 Pasadena City College PCC 去选课 我就在那公告欄里面 看到一则短文 以中国老板相处的秘诀 跟写的 老板绝不会错 如果我发现 老板有错 那一定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看错 那一定也是我的错 才害了我的老板犯错 如果我容然不认 我容然认为 老板有错 只要他不认错 他就没有错 如果老板不认错 我还坚持他的错 那就是我的错 总之 老板一定不会错 这句话绝对不会错 哇 我看了这个 这个短文 我马上把它插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 你不能明明的查验公司的老板 但你可以公开的 查验你所信的神 蛮有意思的 更新由心思开始 你的心想什么 人的心是一步一步累积而成的 人的心思的累积 成为人的观念 人的观念是由心思累积而成 这就是太严重了 你想什么 就可能成为你的观念 你的观念呢 累积成为什么 成为你的态度 而今天 你有这样的态度 不要回想原来 最早你是在想什么 当我们听见别人在指责 啊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表明他的观念 已经累积了很久 才会形成的一种态度 人态度的累积 就会成为这个人的行为 态度 态度就是行为的前一步 人的行为累积 就会成为人的习惯 习惯是由人的行为累积而来 一个人的习惯累积而成为 他的人生 人的一生就是个人习惯的累积 就叫做他的一生 所以一个人想要改变 哇要回到很早以前 他的心思是想什么 但是这种改变 一步一步累积 当有这样心思的时候 蛮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愿意想要改变 你必须要采取行动 你不采取行动 那对于没有什么帮助 有许多基督徒 他们的信仰 主存留在知识的层面 他们对圣经知道了很多 甚至可以当老师 但他们如同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一样 没有改变 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采取行动 没有把信仰固积于行动 所以没有把它固积于行动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力量 埃斯坦说 其实做的还能保持对的 这谁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大的学者 这么伟大的学者 讲这么简单的话呢 不必你讲吗 我都知道了 但如何其实做呢 能找到错的是第一步 重要是你要付资行动 来改变 把这个错的除去 我们的信仰 若主是存留在那知识的层面 没有采取行动 那么信主三十年 也不会发出什么作用 因为知识的层面 距离改变的层面 非常非常的遥远 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没有把信仰固积于行动 这种人的生命 无妨构成改变 所以圣经在雅德书 讲了一个很短的一句话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实的 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 所以不在乎我们对圣经知识的 了解的读果 更重要在于我们对圣经的交叉 是否尊显 美国人 我不应该说美国人 全世界的人 面对这种 COVID-19的病毒 大家都知道 要戴口罩 人人要保持六尺的距离 要勤洗手 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这样的规定很难遵守吗 很困难吗 请问你会不会戴口罩 你在外面跟人保持六尺的距离 你会不会洗手 洗手二十秒啊 很细心的这样来洗啊 当然不要到人多的地方 但是因为人的顽固 人的随心所欲 人的任性 结局是可想而失的 我看报章登上 在2020年8月8号 就是上个月 差不多一个月前 DELTA航空 要飞往安兰卡的班机 有一百多位的旅客 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 所以其实是什么呢 被赶下飞机 很简单 你戴就可以 我就是不戴 我就是不戴 顽固 人的顽固 也许有人是很软弱 但是我还这么想 我们也许软弱无力 但只要我们有一点点 愿意改变的心意 一点点改变的行动 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把口罩带上去 你要回去 但是可以搭了 不是这样吗 人心要改变 也要有行动 心愿 浪迟的比喻 浪迟想回头 但如果他没有采取行动 他绝对无法回他老爸的家 真正的改变 一定要有行动 今天我们思想到 我们是基督徒 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会众 不能都是老样子 我们都要真心的来查验神 不要看别人 也不要看别的基督徒 真心查验神 同时采取行动 这样我们的教会 不要说我们的教会 我们一定会有所不同 当我们有所不同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 也会有所不同 我每次面对神 都有一些需要改变的意念 比如说 我被对神 我对神了一些病痛的弟兄姊妹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为他们来祷告 这就是一个行动 我不只是想 我必须有行动 我必须采取行动 例如我是敬畏神 我愿意救会神 那我就永远不断的求神 让我有一颗尽全的心 真心的查验神 使我们能体验神的心意 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 那么我们的身体 就会流露出神的性情 神的属性 当你我体验更多主耶稣的荣美 我们的心必然喜热 再回头看看这个世界 你真活躲的世界的生活样式 我自然不愿意去笑话这个世界 相反的 我会更甘心的 欢乱喜喜的跟随主耶稣 你说阿们吗 让我们第一次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敬虔的献上祈求 求你常常提醒我们 愿意来到你面前 来寻查神的 让你的亮光 反射在我们的生命中 好救我们的生命 透过神的光照 能够真正有行动 来采取把错的基础 好救我们在基督生活当中 生命中 所表彰的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向我们的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祝福